澳洲的主流媒体 日前在黄金时段揭露中共 非法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随后有越来越多媒体关注跟进 台湾驻澳洲的外交官员 也呼吁制止活摘器官的罪恶 该节目DateLine的播出 揭露了中共非法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牟利的暴行和惊天黑幕 接下来几天 各主流媒体的跟进报道 使中共活摘成为热门话题 社交网站与读者的反馈声浪不断 我想我们要把这件事情的真相公布世人 让世人知道有这件事情 而且它的残忍 它的不人道 那我相信这个如果公租一室的话 那大家就会反对这种做法 已经知道活摘真相的澳洲国会议员 格莱姆·百瑞表示 新当选的昆省议员彼得 强烈的反对这种不人道行为 中华民国前总统府国策顾问 吹求亮教授认为 澳洲政府不能只顾经济利益 而不站出来捍卫人权 不把中国这种邪恶的这种做法 改正的发 世界不会有和平 那将来你做生意也做不成 对澳洲经济也一定不好 澳洲政府就应该借这个机会 叫他们说一定要停止这样的 违反这个人性 违反人道的这种做法 人权是全世界普世的价值 邱教授说 在中国破坏人权 就全世界的人都被破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希特洛杀那么多犹太人 破坏人权 结果你看全世界死了多少人 所以这个不能说 只是说离了一个太平洋 就好像跟我们无关 绝对没那么一回事 当天Dateline节目 同时还通过推特 向澳洲政府提出了一个问题 政府部门可以做些什么 来制止非法器官买卖 国会议员格莱姆·百瑞 将在国会提出建议 邱教授认为 中国人权改善 走向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是全人类的幸福 所以我们大家要关心中国 关心中国的人权发展 新唐人记者尼尔森 李秀佩 澳大利亚布里斯本报道